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任渊透顾杨天迪 今天是12月11号礼拜一 台股在今天一个表现是开高走高 开高走高反弹了嘛 从上个礼拜五开始 我又跟你讲这个牌要反弹了 那为什么会反弹 因为我们融资鱼儿快速减飞 出现了基欧股补跌 我们台股最后一档基欧股 叫什么上赢 在上个礼拜四过大跌跌破300块 最低来到298 这是今天的上赢 好这是今天上赢 涨4个百分点来到327.5 长线股拉回买 是我一直跟各位分享一些观念 因为我们本来都没有 都没有太好的低价可以买 比如说我一直在跟你讲上赢 我们上一次没有太好的低价 这一次从344块跌到了300块以下 那不就是一个机会点吗 我有会员买了303 也有会员买了301 新会员 新会员 这就是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了解到一个关键 长线股拉回买 我新会员不会去买他344 不会啊 一定是拉回来买 我从210230260到300我都在买 有人在问我说上赢会看到哪里 其实我的看法是这样 我问各位一件事情 从现在开始或从今年开始 所谓的智慧自动化或工厂 要用所谓的机器人要取代一般的劳工 就是人力的概念 这部分如果是未来的市场的趋势 那很简单啊 在这个产业里面的个股 它的股价的走势就会怎么 一路的长线往上走 这就是一个关键性的东西 所以上赢的部分在今天带大赢上来 是因为他11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再创连续9个月再创历史新高 好啊 那我问你嘛 344的时候 当时还没公布财报 对吧 好没有人会知道 但是我们都知道 他11月营收会创新高 好从344修正回来到298 他11月营收会创历史新高 你会知道吗 那是不是买点 再好的股票也会回倒 我同意嘛 这一波的高点是从336回到多少 回到305 然后再冲到344有没有 最高344 再拉回来到298 298.5 所以你要每一个拉回点去买 每个拉回点去买 譬如说这个点 这个点 那么拉回点嘛 这个阶段记不记得 从296修正到267 你每一个拉回点去买 基本上他就是一路的往上走高嘛 这次回档比较深 这次回档为什么会比较深 之前上营的回档都不是很深 这次回档比较深 是因为台股在这一境走势比较弱的关系 好 现在台股回稳 来我们看一下台股 回稳 回稳喔 我讲的是回稳不是回升 台股回稳 回稳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经过了一二三四 连续四天的融资大降 这个阶段叫多杀多 这个阶段多杀多来自于散户的停损卖压 一路往下追杀 那我也跟各位谈过了说 台股见到低点之后反弹的初期融资还会减 所以在上个礼拜五融资一样是减的 这一天融资一样是减的 融资上市减了10.5亿亿 上柜减了3.8亿亿 今天就谈上来 好 所以这一次的反弹 我们可以确认一件事情 我们是经过了融资快速减肥 以及基优股补跌出来的 所以10322就这个点 它是第一支奖 可是台股没有办法做V型反转 原因在哪里 因为往上走套牢重重 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 不太可能像之前 我觉得还蛮厉害的 这个地方能够往上走 其实也蛮出乎我意料之外 台股能不能往上这样子走高 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我们知道一点 现阶段经过连续击杀 你有没有注意到 击杀反弹或者回升 击杀就会回升 只是未来的走法是 像之前前一段的运行反转上去 还是所谓的一个震荡区间 我比较偏向是震荡区间 原因在这一次中小型股的沙盘 是蛮激烈的 蛮惨烈的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权子股 因为我们的像是大力光 我举个例子像大力光 大力光是重挫回来 从高档化一直重挫回来 现在大力光爬不太上去 爬不太上去的原因在哪里 12月营收 11月营收大力光是违征的 但12月他看坏看保守 那大力光占全职 台积电占全职 有没有 台积电占全职 那鸿海占全职 鸿海直到今天才出现了一个 这叫导众反转 三天的导众反转 那鸿海为什么会导众反转上去 因为他11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所有的外资法人 外资法人 他的隐形眼镜都跌破了 隐形眼镜全部都跌破 为什么 因为大家以为鸿海不会很好 就鸿海11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可是问题中心点 鸿海11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今天的走法好像不是这么强 有没有 开高走低下来 开一个跳动缺口了 我们不希望他把这个缺口补掉 我们就来回来看看今天有没有外资认错回补 如果没有 那也没用 11月营收创高也没用 为什么11月营收创高没有用 原因在哪里 因为买股票是买未来 我先把整个焦顶跟各位分享清楚 鸿海的未来的走势 如果鸿海的12月营收会开始衰退 到明年的5月份才会开始慢慢的回温的话 那鸿海的这个股价 中长期来讲它不会回升上去 但是因为鸿海在短线上面确实修正回来 所以后面鸿海是先做反弹 先做反弹 那这个反弹上去之后会进行打底 或者再压回做第二只脚 那个是长线是短线 因为有点抄跌 所以他做反弹 但长线苹果派仍然不是盘面的主流 那盘面主流在哪里 盘面主流被动元件 铝质电容的利容电创新高 有没有 铝质电容的利容电创新高 好 我有跟各位谈过 我们把利容电换成了和生堂 但是我还是看好它 铝质电容的利容电创新高 有没有 那和生堂呢 还没有细细 修正回来之后 79块买 上个礼拜三我买 礼拜四重挫 礼拜五拉涨停 今天再创新高 我的和生堂一样创上来 好 和生堂的11月营收是回温的 利容电的11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所以我们去思考一个逻辑 包括我今天的2492的华星科 差一档要碰到涨0板 这档我们的成本已经降到78块 我的78块的华星科在今天最高冲到106块半 好 因为华星科的11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我刚一直跟你讲 其实我每次讲盘 我都会放一些什么 放一些没在那边 你们听到我在讲什么 11月营收 11月营收 对的 对的 那11月营收创新高就代表着什么 营收的动能上来 如果营收的动能上来 它未来的成长性才会比较大嘛 对吧 你知道美琪马为什么大涨 最近一波上来蛮凶悍的 这几天连续五根红棒 美琪马为什么上来 11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美琪马做什么呢 电动车的正极材料 正极材料 主要是菇 原料是菇 所以正极材料里面也就代表着 看起来电动车的领域要开始起步了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如果电动车是未来的趋势 现阶段很多股票修正回来 当修正回来 股价机器低的时候 但它11月营收起来 代表它未来营收动能起来 它不就是买电吗 有没有想过它就是买电吗 所以你回来看一下352的同志 是不是这样 11月营收创了20个月来一个新高 更重要的是终于在11月年正了 因为今年以来同志的这个营收 从1月到10月全部都年减 不仅月减有时候再年减 那今年是很低基期的 然后11月一收竟然年增了 那是多么的意外 所以上个礼拜我跳空涨领板 今天的同志 差一档要涨领板 同志说什么 倒车雷达 跟车子相关 跟电动车也相关 所以我们再说出一个产业 这个产业是什么 车电 车电的领域 应该在现阶段 是短线上面可以留意的 除了我跟你讲的被动元件工具机之外 那车电的领域 大家要开始注意 因为工具机的位阶太高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各位报告 所谓位阶就是它其实涨了一大段 我说小就知道它涨一大段 我买了我买来这边 我买来这边 从8月份开始一路涨上来 我都没有卖 我都没有卖 我这边有稍微调一下 在333块那边有调一下 然后又把它接回来 为什么我会不卖 因为上云叫工具机 那未来智慧自动化 机器人取代人力 包含了工厂都要开始 所有的企业工厂 它可能都要改用 所谓的机器来用之外 还有一个东西 上云是全球前三大的滚珠罗干 跟线性滑轨工艺商 那全球前二两大是什么 都在日本都是日本企业 那上云打入了风停汽车的供应链不是吗 好那有四家日本四家企业 但都没有跟上云下单 现阶段我们知道的状况是 从本月份开始下单 为什么讲给各位听 因为它之前没有下单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都把单子日本企业最会保护主义 它都下给日本的厂商 所以前两大订单都接不完 接不完的情况之下的话 现在的交期前两大的交期要一年 就是你现在下单一年之后拿产品 如果产业的进步是没有办法那么久的话 我会不会退而求其次向上云下单 会嘛 所以上云开始 因为通过认证之后开始接单 接单的情况之下 变成11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12月营收可能会有欧美的一个放假 那如果日本的订单可以起来 12月营收未必会衰退太多 甚至还是有可能创到 这个这我就不知道 要看它的一个状况 但重要关键点是 这个产业不就是一路看好到明年底吗 目前上云的讲法是 它的接单已经到明年底 那我问各位 它的拉回是买点 有人在问我那值得呢 为什么值得11月营收衰退 没有关系嘛 衰退完之后 后面12月营收又开始回来 又开始重回上升轨道又往上跑 有时候是因为生产瓶颈 你的扩产不及 或者某一些因素的造成 那值得做什么 微型线性滑柜 那这一部分的一个 使用的在3C产品的部分比较多 所以值得的部分 短线上面修正回来之后 后面还是要往上走 一样 这个产业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 剩下就怎么去操作 我想这才是一个关键 不管如何 该谈到了 如果说工具机这一块 拿开不谈 那用长线看好 被动元件的部分 而没有细线的部分 应该在大涨 包括我的华星科 包括我的3026的和声塔 那你下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车店 那车店领域里面 除了352的同志拉回 可以找买点之外 4721的美其码 拉回转买点之外 还有哪些值得关注 欢迎各位跟上我的脚步 谢谢大家收看 每天同时间 再见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 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